接着来看惊险的车祸意外 17号的上午8点半左右 台东一名女大生骑乘机车上学途中 行经中华路二段和衡阳路口时 不慎致状摔车 但这个时候机车竟瞬间起火燃烧 成了一团火球 所幸女学生是及时的逃开 而附近的民众见状赶紧协助灭火 而女学生仅有腿部擦伤 但人早已经吓坏了 从监视器画面中清楚可见 两名女大生一前一后 骑着机车往学校方向去 就在行经路口时 一台白色休旅车准备转弯 其中一人先踩了刹车 但另一人来不及反应 向前追撞 就在两人连人带车倒地的瞬间 其中一辆机车瞬间陷入火海 冒出雄受火焰 黑烟还不断串出 女大生吓得跳起来闪到一旁 就是有后面放前面的 我都只看到她小姐姐早都是起火这样 附近民众见状随即拿着灭火器 向前灭火 而起火的机车在火势扑灭后 成了废铁 坐垫一片焦黑 车壳融化回不成形 只留下满地的粉末 女大生一时间还惊魂未定 事发在17号上午8点半左右 女大生和同学上学途中 不慎自撞摔车 疑似机车油盖漏油 在撞击瞬间火花被引燃 中国人员离达现场后初步为女大生检查 经由腿部受伤 但惊险瞬间 早已把人给吓坏了 记得山沙会 台东市报道